英国的调查机构最新民调显示认为脱欧是一个错误的英国人的比例在本月创下新高 调查机构对2000多名英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 有57%的受访者认为2016年的脱欧决定是错误的 而认为正确的比例是32% 英国自2016年6月公投脱欧之后 当地的商业投资几乎停滞 显示脱欧的决定并没有给英国经济带来好处 调查还显示有63%的受访者认为英国脱欧是失败而非成功的决定 有5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现在举行公投将会投票支持重新加入欧盟 而表示不会加入的则有31%